也率国务院工作组紧急赶赴上海 指导火灾事故救援及善火工作 16号凌晨1点 孟建柱抵达上海 立即赶赴火灾现场 实地查看现场情况 了解搜救工作最新进展 他强调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就是尽全力搜救幸存者 凌晨2点 孟建柱主持召开会议 传达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 宣布成立国务院上海市1115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 孟建柱要求 要继续全力以赴 做好搜救工作 千方百计就职伤员 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彻底查清事故原因 认定责任 依法严肃处理 客观及时发布有关信息 16号凌晨和上午 孟建柱前往医院和上海市龙华殡仪馆 看望慰问火灾事故受伤人员 向在火灾事故中不幸遇难者的遗体 鞠躬致哀 并会见遇难者家属 孟建柱说 这次火灾事故牵动着中央领导和许多群众的心 我们将与你们一起共渡难关 接着到今天上午的9点30分 上海郊州路特大火灾事故 已经有53人死亡 另外还有70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17人伤势严重 今天下午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上海市公安局 消防局 卫生局和静安区的负责人通报了相关的情况 我们来看报道 经我们公安消防部门连夜侦查 火灾发生时 有人在四楼现场违规设施电函事故 导致建路的火星 点燃交手架上的尼龙网 铸牌等可燃材料 而引发大火 目前我们公安局管 一对有关的实案犯罪现役人 依法刑事拘留 据了解 现役初步查明 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 是一起责任事故 事故原因是由无证电焊工违章操作引起的 八名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根据初步判断 起火点位于北侧十层楼左右的交手架 在距起火大楼不足百米的静安区 第二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里 已就近成立1115火灾善后处理接待组 工作人员负责接待 起火大楼及周边大楼的疏散市民 为及时妥杀安排好受灾群众的生活 上海市民政局紧急从救灾基金中 拨付100万元火灾应急救助款 此外 辩认遇难人员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了解 由于失火居民楼所在静安区 已投保接到社区综合保险 承保商已经成立事故紧急处理小组 并开启紧急理赔绿色通道 首笔400万理赔款 已经于16号下午送达静安区 据介绍 失火大楼一共156户人家 根据刚刚结束的人口普查统计 户籍居民440人左右 绝大多数都与善后处理工作组 取得了联系 而火灾中70名受伤人员 目前已经全部入院治疗 其中17人伤势严重 目前各家医院正在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我们来看报道 上海对教重伤人员进行集中救治 对静安区中心医院病情较重的伤员 或经会诊后认为有可能出现重症状况的病人 连夜转移至瑞金医院救治 对华东医院 普特区中心医院重伤员 连夜转移至长海医院 目前两家医院收治40多名伤者 许多医务人员已经连续工作超过30个小时 目前长海医院病情最为严重的6名病人 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需要用呼吸机呼吸 但病人的意识都较为清楚 也没有严重外伤 医生和护士对他们进行了24小时的严密观察 其他一些伤势较轻的受伤人员 经过夕阳等医治后身体恢复较快 医务人员说 虽然大部分伤员情况稳定 但还需要在医院接受观察 确认无碍后才能出院 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 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 男子乒乓球团体决赛当中 中国队派出了马林王浩马龙出阵 结果这三位选手分别都以3比0 完胜老对手韩国队获得了冠军 中国男团在以往的四届亚运会的决赛当中 都战胜了韩国队 而今天是第五次 今天广州亚运会赛场 一共产生了36枚金牌 截止到今天晚上的9点 中国 韩国 日本分裂金牌榜的前三位 我们来看报道 随着上午男子双人滑挺和女子单人皮挺 两枚金牌入账 中国队包揽了激流回转比赛项目的 全部四枚金牌 在女子网球团体决赛中 彭帅和李娜战胜各自对手 中国女网时隔24年再夺亚运会团体金牌 中国队在女拼团体决赛中同样发挥出色 成功未免 在男子举重男子69公斤级决赛中 朝鲜队的金锦西获得冠军 为朝鲜队代表团举起了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科威特运动员穆罕默德拉吉比15号 在保龄球比赛中摘得了一枚银牌 这也是科威特运动员历史上的首枚亚运会保龄球奖牌 在男子4成100米自由泳接力中 中国队获得了金牌 再来看其他方面 连日来爱尔兰债务危机凸显 希腊葡萄牙等国财政不断恶化 欧元区正面临着成立11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当地时间16号晚上 16个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 讨论如何遏制主权债务危机蔓延 稳定欧元区金融稳定 据悉爱尔兰债务形势日趋严峻 金融市场借贷成本急剧增加 外界普遍担心爱尔兰可能成为继希腊之后 第二个接受救助的欧元区国家 但爱尔兰政府一方面迟迟未向欧盟提出资金救助申请 一方面明确拒绝德法两国提出的提高税率换援助的苛刻条件 欧盟及其成员国正密切关注爱尔兰主权债务状况的演变 如何纠正欧盟经济决策过程中的缺陷 认识开